1917年 张勋在北京 用费利普仪登位 改国号为宣统九年 清朝又俯辟了 用费利普价 去十二十个烧饼 一百块和叶饼 要热乎的 得嘞 哎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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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倍的荷叶饼 好嘞 好嘞 快去快回客人等着呢 好嘞 讲规的 挂龙旗 挂龙旗了 儿贵 您这请 这请 你们这伏地德 怎么还不挂龙旗啊 您的您的您的 您下话 这不啊 我正想上故意不去买一面 就抽不出人意儿了 您的您的 这皇上可都登基两天了 是是是 你们这还不挂龙旗 怎么着 想反对地质 我您看您说的 我这不是里头外的秀 一个人都快白成八伴了 得 看您我老交情的份上 今儿我卖你挂 好 好 好 来来来 这个 这个 好 你慢点 曹芷胡的 我看你这辫子怎么像假呀 你幼稚点 幼稚点 幼稚点 续的 它肯定是假的 弄谁呢你跟我这儿 这前一天哪 说是民国了 让把辫子都搅了去 这儿 这一天又说是地质了 让老辫子都留上 幸好我能留这儿蚂蚁吧 是吧 就给续什么 你这可是 对皇上不敬 哎呦 哎呦 你给 您高高手 这包卤肉丸子 您拿回头去呗 味儿还真正 得了 多谢了 这儿就算打扰你了 得了 您辛苦 您慢走 好 得得得 无拒得的 要二十个烧饼 一百张合一饼 好嘞 我这就给您拿了 得 哎呀 要热乎的啊 您放心 全都干烂了 成贵啊 市里居的 你给我拿四十个烧饼 二百张合一饼 您稍等了 收饼上烙了 有客人等着呢 您可赶紧给我拿 我给他拿完的就您的 马上就得 不行 你得立刻给我拿 他急 先给他呢 一会儿我给他闹新的 哎 那这他他急我还急呢 您有先来后道没有 我们那有客等着呢啊 那我们也有客等着呢 呸 我们那有客嘛 不比你们傻 得了 使个浪坐鞭梢是 你什么意思 自以为腾云驾雾 不知道死在眼前 谁谁死在眼前 谁谁死在眼前 你我告诉你 你别仗势欺人你 我就仗势欺人了 怎么着啊 我还告诉你 我们冬家瑞爷的爸爸 是宫里包上去大总管 专管烧饼 凡是宫里的烧鸭子 全是我们市里去供奉 你宫里总管怎么了 那你皇上也得讲理啊 不讲不讲 就不讲 你什么意思你 我就不讲 你别欺负人 我就欺负你 二位 别打他 冲我行吗 不行 我还告诉你 今儿这饼 你要是先给了他 我们试一句啊 以后就他妈不跟你这原型楼饼铺订饼了 别见见 都是老主伙 不拒得了 要不先让他拿走 你就是冲我了行吗 吃这么半天了 就太玩太乐了 你还说我 你还说我 有哭 我有哭 我这还没说你 有哭啊 一句二句我都不讲理 本来是咱们的饼 他们要先拿 还说咱们饭管子没生意 他们饭管子才没生意呢 这事一句 这 哎 你也长得嘴 你不会骂他 我骂了 可是原型楼掌柜的也想的呢 把咱们的名都给打破了 看什么呀 真是 这事一句霸道 可是出了圈了 他说他们冬天睡的 是宫里的大冬碗 动不动就拿宫里的压人 现在宫里的烧烤都为他们家包了 他怎么还不知足啊 就是还不知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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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生的 我跟你说过没有 小心这点 二掌柜 罗师傅说 他在用这些花生瓜子壳子烤鸭子 烤鸭子 他就不干了 我还想烧整根熟悉呢 钱哪 让他凑个点吧 哎 我干嘛 烧砸我壳子的事 不能让老掌柜的知道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罗师傅说的 他说 这些砸我壳子火太软 烤出来的鸭子皮不酥 砸它的牌子 要是再用啊 他就不干了 他也不干了 你也不干了 二位少东西整天不着鬼 外的欠着一屁股两肋账 这哭那人闹 都让我躺着 干脆都甭干了 陆牧师 这上哪儿了 我出去交账去了 要大半天是吧 想干不想干了 我这可是不养闲人 赶紧的把这两天的账 给我截出来 这账都已经截出来了 可眼不见了 这支出我和这收入 不大平衡 就您支出的好些个钱啊 他都没上账了 谁说的 你弄明白了 这是我大彪姐家的买卖 东家瑞英那是我的大侄子 这就是我们的买卖 你明白吗 这我明白 就因为是这样 您做事才得精心尽力的事 甭废话了 你是账房 收支对簿上数谁的事啊 您这话说的 您是大掌位啊 这现金都得进您手吧 这缺金少两的 经过我手那是不佳 可这收支对簿上数 那就是你账房的事 掌柜掌柜 你做的无言 请您过去喝两杯 你先去吧 回头咱们再说 你瞧你这正在买卖 你又有什么样子 找臭呢 哎 二贵 二贵 过来 哎呦 怎么着大老师傅 啊 我不干了 你看底下底下 又来了不是 烤鸭烤鸭全看你这烤炉子了 你要是不干了 我们大伙都得散发 我对得起他们 庚子年 八国联军烧了前门脸 要不是我大罗从大火里头 抢出福俊德这块匾 那就没有他今天的福俊德 行了行了行了 鸭子该出炉了 要不就哭了 我来我来 二人会儿 哎呦 我说 我告诉你啊 师父在就 永远不许您往前去 您坐好 您坐好 你笑着 嫌少 哪能呢 这个店里边前门后边听说张三爷来了 这一席事别提多么的卖力气 您这点赏钱足够他们喝口啥子了 你这是绕着脖子先我给你少啊 得 谢张爷 张爷赏下了 谢张爷 您二位吃的还好吧 贵鸭子还不错 二爷 你说呢 嗯味儿不错 就是皮有点不脆 我似我一样不高硬 要说您二爷还真是吃着 什么都瞒不过您这张嘴去 这些日子不下雨嘛 这鸭子皮啊 好 张棍 您可别糊弄了我 您二爷可都是吃过见过 我张棍再糊涂能糊弄您的二爷呢 这么着 改日啊等着雨停了 您在上我们这儿来尝尝 那鸭皮子保险脆的跟排叉是吧 要说你们这儿可该休休 门脸又小门面又旧 这里边啊黑蒙蒙的 你看对门市议局多吵着 这老的还有老的味道 您瞧那些门脸啊 挺致您的 您在这儿一边欣赏古董 一边吃饭 就你这张嘴啊 烤熟的鸭子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就怕没赐好二位爷 盼二位爷常来光顾 使小店门脸尊光 您走好 二位带走 张三爷的饭钱 赏了酒钱 师傅 菜麻烦 怎么着 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了吧 躺得过筋 躺不过鸣 当那个刁碎的张三爷 可已经吃出来 咱们的鸭子火候不对 我说王二位 咱们福俊德可是老好 咱们说什么也得对得住 这三个字 是 咱们的鸭子 葱 菜 有一样不好 那就是把主顾往事与居请 你以为我不想啊 这跪上内有城之外有钱 我没法干 你说这些日子吧 皇上登基 街面挺热闹的 咱这怎么没进去 我给你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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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寝明觉 值五百块 二少爷给京武会捐款 拿走了一千 他们跟我要我不敢不给呀 老掌柜的说我挺不起来 我也得挺着 没钱 就只能这么一天一天对付 哪天福俊德关了门啊 还得说是我闹的 这老掌柜一变了 这两位少爷浑流当家 咱们这买的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这对门大概也看出来了 可就跟咱们叫上劲了 最要命的是欠账 要账的钱事也说了 再不给钱了 就带人来砸 砸庄子 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那他要来我也等不住啊 哎呀 这老掌柜可是顶要脸面的 是呀 说什么也得给瞒住嘛 哎 只怕瞒过初一 瞒不过十五 哎 师傅 该赏鸭子了 到了 后院 撤红盘子的手机板 撤后走鸭子 哎 先不过一会儿进去啊 别动我招呼 那名老掌柜子不在 砸桌子先门的 好嘞 舔钱箱子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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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爷 您吃得好 您看脚底下 您都好 哎呦不喝了 哎呦千许也 您早饭 来碗糕的 哎呦 哎 来 您喝茶 这铜顶盒的面 是一百大洋 八十 六臂居的甜品酱 是五十 年前修鸭堆坊 这是二百 加上新进的这批水鸭子 一共是六百二十块 请掌柜子出来见你吗 这前世 咱们都是老叫去了 您跟各位掌柜子再多美严姐姐 甭费也还得好 得嘞 我呀给您作医了 这跑堂上来替掌柜子作医 你还不够格 这一劲跟您说好的 您就再行个方便 哪里有钱没钱 我给您说句过心的话 我们这儿啊 自打老掌柜的余病 两位少爷轮流作庄 他是俩人四个主意 不知道听谁的孩 这钱 您再宽限几天 等我们算完大账 结完数 一准儿给您送去 是是是 这话听得我耳朵都长假的 咱们今天来俩脆上了吧 有钱还账 没钱啊 你也别怪我不讲义气 你到底有钱没钱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这儿 来 咱 别别别 咸武畅 呦 老掌柜 我再给您请安了 您好啊 你这是来要账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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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着给您倒洗来了呀 是啊 您这城的生意不错呀 可不像您当值班这门俩那会儿了 那会儿 你在鲜鱼口人事当小利班 吃钱使钱拉皮条当中人 你全都在行啊 都是 知根知彻的多年的老交情 谁也能不了谁 福俊德生意行务我知道 您就把那点钱啊赏下来呗 我呀 您还得给您跑腿办事呢 这点钱还真算不了损了 不过 我们柜上还没算大账 对不上数 数一截 我立马让子西拿着钱 送到个柜上去 一笔轻 来啊 给钱师爷和这几位弟兄 带上鸭子 挑大个儿的 大个儿的大个儿的 鸭子就算了 带点鸭票就得了 给钱师爷送鸭票子 鸭子 你带上 怎么留点啊 没吃饭哪你 怎么着想干不想干 不想干我走着 站住 我腰里有什么呢 没有啊 把手拿出来 拿出来 站开 这是什么呀 偷钱 不是 家里的老娘病了 没钱抓药 我到柜上先支点工钱 谁支给你的 卢先生 跟我来 这是你预支给他的 是啊 怎么了 说过多少遍了 不许提早发心声 不能灌他们这臭毛病 是这么等的事啊 他母亲啊 并挺重的 就没钱买药 这月底就抠回来了不是 不行 这说着话就十来天的事 不行 我留的柜上升利息呢 瞧瞧 这一块大洋 那升什么利息 我留着下小袋 这您这话就说的有点不讲道理 卢孟实 你不要以为你干的那些事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能让你拿着柜上的银子去 什么收买人心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到底干什么了 什么意思啊 卢孟实 我告诉你 是一局我是掌柜 行了 您二位 就别再吵了 这钱 我不知道 我再到别地方想折去 收柜 在这儿 先拿这个 拿着呀 先去抓药去呀 拿着 自己搁了 怕什么呀 去吧 行 董老师 你有钱 咱们走着瞧 怎么给大伙喝茶一磨子 自欣啊 这些日子生意怎么样啊 还不错 这不今天大门张三爷来了 吃得挺高兴 还给了不少赏钱呢 是长柜伺候的吧 是是 把赏钱分出二成给长柜 不用老掌柜 你老婆病着 家里不富裕 你不用跟我客气 谢谢老掌柜 二位 这是 老掌柜 正好 您快看看 刚进的这批鸭子吧 这可不是 玉泉生的小白眼鸭呀 大罗 你再自己的看看 一两只宝 齐的不是 全这样 这是太便宜进的水鸭子呀 这鸭子我不考 我大罗的手艺啊 知道的是鸭子不好 不知道的 还说我大罗手艺装怂的 这匹鸭子不能用 明天卖到汤锅上吃 你听听 这匹鸭子是谁进的 哎 紫夕啊 我问你呢 二少爷 哎呀 他成天五刀弄账的 他哪会进鸭子 你得跟着点啊 我是跟着呢 可是他 老掌柜 别急 老掌柜 您看 现在都能这个烤鸭呀 哎 花生壳子 哎 什么时候开始用这玩意烤鸭子呢 半个多月了 这个啊 熟的都不用了 省钱呢 干脆烧窗户值得了 这 这是谁的主意 谁的主意 这大少爷 哎 他说人家都用花生瓜子磕的 咱干嘛用那整根的熟去杆上 哎 福聚得有名声 全凭东西好 还是那句老话 人叫人连声不语 或叫人 点手自来 哎 哎 那 那两个孽障呢 好些天不见人了 好些天不见人了 哎 这两个人过上去 您二回来了 吃鸭子还得上门楼的 外经理的里面请 哎 还有呢 哎 上饼喝一饼还是预备的啊 好嘞 哎 你来了 哎 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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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把鸭子和柴火给我换最好的 到现在起 我就住在店里了 哎呦 我就不信 我 我干不过对门 干不过那个 尖酸刻薄的花鼻子 好嘞 好嘞 掌的路 让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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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的路 让开点 掌的路 让开点 哎 掌柜的 公里那个轿子 可进了肉事了 这是公里头又有工夫了 干净事 大买买来了 哎 大家都精神点给我准备接着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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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回来来 那张回来 张回来 那张回来 那张回来 在哪儿 哟 福俱德 这还是过去的老样子 他一点没变呢 庞泽园给公公请安 王掌柜 您不认识我了 老朽眼镯您是 我 您是 我是刘金定啊 刘金定 您忘了我和我爹刘小辫 在您家里头住过 您还给我买过糖葫芦呢 我还给您买过糖葫芦 您是那个 这么多年不见 您老可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想起来了 你是 可你不是个丫头 怎么变难呢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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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听说你们父 父子俩 在宫里头 御膳房当了差 给皇上太妃做饭 混口饭吃呗 你爹呢 你爹呢 他这个人哪 没个踏实的 前几年出了宫 到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这次来是有事找您 您说 这张勋大帅保着皇上登了大宝 嗯 立下了是汉马功劳啊 这皇上和太妃他甭提多高兴了 这不 为了表彰张大帅的一片忠心 太妃亲赐玉宴 派我掌厨 太妃次验派您掌造 这可是大事啊 给您道喜了 道喜了 这菜式啊 我都安排了 我刚打听到这张大帅喜欢吃烧鸭子 这不我想让你们福俊德送上十只大烧鸭去 好 好啊 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们啊 可平时啊 宫里头用鸭子啊 都是市一居供奉啊 那不是包哈局的总管瑞泽一手遮天吗 有什么好事都往他们家引 这回啊 我是掌厨 我说了算 太好了 这个玉刺宴就是在大后天 六月初二 到时候你把鸭子烧好过 五十三刻送到南河院大帅府去 保险准时送到 绝误不了时辰 这回可是皇上钦点遇刺宴 也是我头一回包办 你可别说任何差错 靳靳 你放心 我亲自监工一定精工细做 绝对给您掌脸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这次要是做好了 那往后宫里要用什么烧鸭子烧肉的 就全都是你们扶去得的了 是吗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当初啊您周记过我和我爹 这点情谊我忘不了 您就在这吃饭 长官啊 今儿不行改日吧 太忙了 那带上几只好鸭子 紫西啊快去拿刀大哥的 好掌柜 我跟那些咽过拔毛的他不一样 您甭跟我客气啊 这阵子忙过了改日 给您喝两种 谢谢谢谢 您都好 长官处让开让 让开让 打不住让开让 老长官老长官 哎呦您可别吵起门上口啊 来来来 哎呦大 能不吵起吗 啊皇上司业 给张大帅送鸭子 这是多大的面子 多好的机会啊 弄好这一趟啊 这往后宫里头的烧烤啊 这回咱们啦 不能老让是一只鸭子们一口 哎呦 我 我亲自 我亲自冲一群山 定上等的好鸭子 准备最好的手捷 哎呦 老长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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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是不能去了 哎呦 这有三天了 时候不多了 哎呦 快套车 仔细 哎呦 你去雨泉车 定上等的好鸭子 全剑嫩口的啊 哎呦 准备甜鸭精料 用细料 哎呦 黑豆 乔麦 不用斧子糠 对你 到六壁居 去定上等的甜面酱 哎呦 这葱啊 还是那个睡衣的大洋角葱好吃 你去一趟 剪嫩的 多买几瓣 老长官 老长官 你看这么多事儿 时间这么短 我一个人实在是管不过来 哎呦 嘿嘿嘿 快快 去把那两个孽障给我交回来 高丽氏 奴婢在 历今的什么自由 通宵酒 鸦鸦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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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 满常文武不分昼夜所造 明月通宵酒 啊 日子 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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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在身族 蟹子徘徊 蟹子徘徊 蟹子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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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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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个 多谢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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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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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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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老板 余老板 刚才这点四平调啊您唱的是真有味儿 我在台里这跟您叫好 您听我这嗓子都寒哑了 余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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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卧云您的身上真好看 我就老做不好 您还得再跟我说说 要不 要不 您还陪我到您府上去 您专门教训我 我说掌柜的掌柜的 我们余老板呢还要赶场子 您有话等他戏完了之后再说好吗 行啊 那个 我在东兴楼订了桌席 要不我在那儿等他 大大少爷 老掌柜叫您赶紧回去 有点 看不见我这儿有事儿 真是 要紧事儿 我这儿的事儿更要紧 三爷 余老板爱吃赤 我叫他们准备了鸡包赤 好 还请余老板多多赏脸 少爷 大少爷 老掌柜得着急 你烦不烦哪 真是 我说掌柜的 您您跪上有事 你先走一步 我们余老板还要上台呢 身不由己呀 老爹爹叫奴家 回转家门 三爷 要不我在东庆头等着 咱们不见不散 成天泡戏园子 账也不看 生意也不管 我说你们俩 是一点都不上心 爹 那我有我的事 你什么事 玩票 唱蛋诀 那不是咱买卖人该做的事 知道吗 皇上的御赐业 指名要咱们的鸭子 这可是财神撞上门 天上掉馅饼 是 打现在起 你哪儿也不许去 给我看着尽鸭子尽料 田鸭开生 你爹呢 什么响动啊 是是猫吧 猫 我看你 你去买来吧 你去买来吧 听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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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听见了 轻功还得再练 打仓庆不是这么打 瞧着啊 得这样 哎呦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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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你耳朵挡着 我早把他架死了 不是不是 您是好弄 我可行 不行 不行得练啊 你知道吗 人家李三儿往那儿一站 那苍蝇呼呼往身上飞 那 那兴许是刚吃完鱼呢 什么呀 那得用气 你懂吗 您躲了 躲了 躲了 得这样 我现在得提气 开 这叫丹田气冲顶 开 开 这叫煤火庄 讲究的是刚勞并技 开 这这儿一个方面 抖什么乱呢你 抖了 追 你给我下来 下来下来下来 我这是饭馆不是武馆 我 爹 你慢点爹 我 我 爹 爹 你你你你看看你这路打扮 是是要捷道啊还是绑票啊 我说你练功练到家里来了 这可倒好有门不走跳墙 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练你给我上弹根 你少管我 你有你的嗜好 我有我的稀罕 您说是不是爹 你别叫我爹 我 我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爹 爹 您甭跟他生气 啊 不愿意要我啊 我还不愿意回来呢 逼急了 逼急了我就上武台山 好 好好好 走啊 走啊 你远远的走 我们唐家三代正经买卖人 爹 不欠你这号呢 爹 爹 您甭跟他生气啊 爹 实话告诉你们爹 我啊 我就不愿意伺候那些鸭子 你们 你们真是要活活地踢死我啊 爹 爹 你怎么了爹 远 app 爹 赶紧叫袋子 我 爹 你怎么了爹 少爷 您这是越墨越亮这个 少爷 有这么个事你看看啊 宫里头皇上这次的御寺宴哪 没用咱们的烧鸭子 用的是福去得的 您得问问老爷子 是不是 是不是夫俊德抢了咱们的生意啊 那老爷子掌管了一个包哈局 咱不能了 行了行了 打我进门你就没停放 我不管我爹那些闲事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咱柜上丢银子了 啥呀 查不出来呢 我怀疑是卢猛石头的 卢猛石是谁 咱柜上的账房啊 这小子他妈平常坏头了 专跟咱们作对呀 他认了吗 那他当然不认 少爷 可是咱们有招让他认 正好这几天您不是不开心吗 到时候我让你过去 看个乐子 今天早上我清术啊 发现咱们柜上丢银子了 谁偷的 查不出来 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就都有嫌疑 从今天开始 凡事故意上的 进门称一次 出门称一次 咱们非得把银子找到了不可 来上乘 好嘞 你 东姐 多少啊 一百三二斤二两 记下数 出门的时候再称一次 好嘞 干净了 敢脱柜上 你 我他妈天天称 嗯 怎么着给我钓猴是不是 把他捆上 好嘞 华鼻子 华鼻子 你可不能这么干啊 这是我店里的老人 怎么了 你这拿妖猪的撑来妖人 你这不是瞧不起自己个人的伙计吗 你嚷嚷什么呀 你嚷嚷什么呀 这东家在这呢 这东家在这也不能这么干啊 他说谁 哪呀 他就是账房卢孟实 这 盐子很可能就是大头的 卢孟实啊 咱们把话说明了 银子是在账房丢的 你的嫌疑最大 我还不跟你过话 少东家 你可不能让他这么干 咱们是买买人家 讲的是仁义诚信不是 不能因为贵城丢了点钱 就拿自己个的伙计不当人不是 早上年间 发生过这么大的事 也是 跪上丢了点东西 就拿这大乘成伙计 生把这名声给做坏了 翻过链怎么着 关帐了 老话说得好啊 得人心者得天下 识人心者就识天下 或者你说因为这档子事 把伙计们的心都给伤了 那您得花多少钱才能找我来 你好像念过点书啊 花别了 他比你强 他是比我行啊 他是这么强 他长开他 这小子怀疼你了 我跟咱们做的 就是要尝尝他 花鼻子 我忍了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还告诉你 这柜上要是少了东西 第一个怀疑的应该是你 你琢磨琢磨呀 这现款都是你先经手的呀 东家 瞧见了没有 瞧见了没有 急了眼了 疯狗乱有人了 您说的太对了 他心里没鬼 能跑上城吗 你别跟这儿挑子 我 较劲是不是啊 卢猛使我告诉你 今天我非得称称你有多大金量 来 把他绑上 好 你敢 东家 他说咱们不敢 东家 您要是信不过我呢 您就查账 您今儿要是非撑我呢 我还真就不干 怎么着拿糖是不是 我没跟你说 告诉你 我们还不吃这一套 要走你就走 东辞火一笔膜 火辞东是一笔青 这个月的工钱 不付 你一世为天 一日三藏 七月的工钱 梳天姑拉谢 青深夜升远 知己红颜 咫尺天涯 鱼河碑花 天下没有不散的夜 人生百味 青云烟 天下没有不散的夜 相逢出 今幻一遍 天下没有不散的夜 相逢出 今幻一遍 相逢出 今幻一遍 今幻一遍 氐浴